大家好,今天想跟大家讲讲英国讲一套做一套,跪低用劳部找俄罗斯的天然气数 另外,中国输出华龙一号第三代核电站在巴基斯坦开始投产 中国到2030年终于成为全球的核电第一大国 欧洲为禁不禁俄罗斯的能源,吵到擦天,甚至出现一个国家两个口径 先看看德国,4月20日,德国外交部长贝尔伯克访问波罗迪海三角的时候宣布 德国计划逐步完全摆脱对俄罗斯能源的依赖 他说,我们将在下季之前将石油进口减半,到年底就彻底停止进口俄国石油 接着就是摆脱天然气,这个将是遵从欧洲的共同路线图 他们将会快速结束对俄罗斯的能源依赖 不过德国外长这个说法很快就遭到德国财政部长林德纳打念了 他在同一晚上就对英国广播公司说 德国正努力终结对俄罗斯能源的依赖,不过没那么快 他需要一段时间,我们必须有耐心 林德纳同意最终会停止从俄罗斯进口所有能源 但这个涉及到一个时间问题 他认为突然停止对俄罗斯能源进口可能会导致德国汽车制造业 等大批生产商实际停产 德国正努力实施对俄罗斯能源的禁运 但他就更加喜欢用对普京伤害 比德国伤害更大的制裁方式 德国现任政府是三党联合政府 包括总理塞尔茨所属的社会民主党 绿党和自由民主党 被称为红绿灯联盟 即是左中右都有了 财长林德纳是亲商界的德国自由民主党的领袖 而女外长贝尔伯克就是绿党主席 他展出对中国俄罗斯更强硬的立场 此显要将人权和法治置于德国外交的核心 而林德纳领导的自由民主党 和总理索尔茨的社会民主党 在禁止俄罗斯能源问题上 和来自绿党的外长贝尔伯克相比 就显得更加谨慎 认为现在要撤断所有和俄国的能源关系 终于令德国甚至整个欧洲陷入经济衰退 德国这种红绿灯执政联盟茂合神力 德国政府就在傻白田和务实两条路线当中 飘离飘去 至于英国就有些口是心非 4月19日英国每日电讯报就发布评论文章 说如果德国不停止扣买俄斯天然气 德国也应该面临制裁 英国已经脱勾 英国的每日电讯报对德国就毫不客气 他说如果德国人不想做出牺牲 这个是他们的决定 但其他人没理由容忍这种做法 制裁德国的时刻肯定近了 有趣的是两天之后 英国财政部在21日发布一份文件显示 英国已经发出付款许可证 授权本国公司向俄罗斯天然气工业银行 和他的子公司以劳报支付俄罗斯天然气款项 期限到今年5月31日为止 以扩补俄罗斯的天然气供应 英国政府的文件显示 那个付款许可证 允许个人或者公司 根据此于今年4月21日之前的合同 继续支付俄罗斯天然气的款项 并允许开支或者干闭银行账会等行为 来进行这项支付 对于英方这个举动 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 佩尔科夫就回应话了 这个只是英国寻求务实主义的做法 但是这并不意味着 俄方要求以劳报结算天然气的时间表 会再推迟 英国首相约翰逊 虽然在乌克兰问题上动作多多 甚至去乌克兰首都基辅访问 但是他也向普京屈服 同意英国的公司用劳报 来买俄罗斯的天然气 不知道每天电信报 会不会因此叫欧盟制裁英国呢 德国在能源问题上 早已陷入一个理想主义的困境了 第一 在2011年日本福岛核电站事故后 德国反核文情高涨 政府决定全面气核 第二 德国就订出高减排标准 德国总理默克尔 在2021年第十二届 比特斯堡气候对话会议上面说 德国实现碳中和的时间 将会从2050年提前到2045年 即是提前了五年 第三 沃克兰战争之后 德国又想逐步停止从俄罗斯 输入石油甚至天然气 但是这三个矛盾的目标 怎么可以同时达成呢 相对地 法国就务实一些了 法国总统马克龙 今年二月宣布会重启核电站建设 未来会兴建最多14台新的核反应堆 第一座反应堆将会在2035年投入营运 同时寻求将现有反应堆的使用期延长 希望可以让法国减少依赖石化燃料 实现2050年的碳中和目标 因为核电是低排放的结晶能源 而核能发电是法国最大的电力来源 占全国发电量的70.6% 这个是世界上最高的比例 与美多国的核电占总发电量的11%迷高 当然 法国的法马通公司 也是全球最大的核电厂建设公司 法国怎么可以放弃这个大生意 拱手让给中国呢 最近一单中国的新闻 也都慎抢眼球的 中国第三大核电站 华龙一号核电站 在巴基斯坦全面完工了 4月20日 中核集团就发布消息 说我国的华龙一号 在巴基斯坦的两台机组 已经先后全面建成并投产 能够让巴基斯坦 山河里的村庄 灯火通明 这两个核电机组 能够满足200万人年度生产 和生活所需的电力 巴基斯坦人口2.2亿 中国帮忙 一下子就解决了 巴基斯坦1%的人口用电问题 在欧洲能源供应不足的大背景之下 巴基斯坦新一代核电项目的完成 令欧洲短缺能源的民众相信会十分妒忌 中国已经成为核电大国 至至于202年1月5日 我国并网发电的核电机组达到53台 仅此于美国的93台 和法国的56台 中国核电站数量 位居世界第一 中国大陆自从1991年 第一台核电机组 拼网发电以来 坚持自主设计 和引进消化吸收并重的技术发展路线 经过30多年的努力 已经发展出 包括华龙一号 等先进自主技术的核电站 自2021年1月 华龙一号 首个复清核电站5号机组 塔商业运行之后 标注着 中国自主知识产权的第三代核电技术 已经核生世界最先进的行列 而为巴基斯坦建造的 两台华龙一号核电机组 更加标注着 中国的第三代核电站 全面走出国门 4月18日 我国自主研制的第三代核电机组 华龙一号的第二台机组 在巴基斯坦通过了临时验收 意味着 华龙一号第一个海外项目 已经完成了 巴基斯坦的华龙一号两台机组 发电量可以达到200亿千瓦 取代了用煤的火力发电 巴基斯坦每年 可以减少1,000或3,000至2万吨 的二氧化碳排放 因为核电是一种高质量 高密度 零排放的清洁能源 1,000克 有2,3,5核原料 核裂变释放出来的能量 大约相当于 2,700吨标准煤 而且不排放二氧化碳 而华龙一号 是我的自主研制的第三代核电机组 这种机组的设计寿命 是60年 比现时大多数国家使用的 第二代核电站 更安全 更高效 现时世界上大多数的核电站 是第二代核电站 是上世纪的60年代 以第一代核电站基础上面 陆续建成 供到在30万千亚以上 是压水堆 废水堆 重水堆等核电机组 目前世界上运行的400余座机组 最大多数的核电站 不过中国大陆的大部分核电站 都是在这个时期建成的 而第三代核电技术 是上世纪90年代为了解决 美国三里岛和苏联赤 洛贝尔核电站事故的负面影响 而发展出来的 美国出台了 先进兴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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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兴� 在2021年1月30日,中華集團宣佈華龍一號全球首個反應堆,福建福清5號機組投入商業運行,標誌著我國在第三代系電技術領域, 即使美國、法國和俄羅斯之後真正掌握自主第三代核電技術的國家,華龍一號首堆的所有核心設備已經實現了國產,所有設備的國產法比率高達88%。 今年2月,英國就通過了針對華龍一號的通用設計審查,英國當局為了解決國內能源價格暴漲的問題,他們重啟了核電站的建設項目, 而他們通過了一系列的評估,確認中國的華龍一號核電站是安全可靠的核電設備。 英國泰文士保說,英國批准中國設計的核電站是一個具有理程卑議的決定,將增強中國將核技術出口到世界各地的希望。 根據中英兩國此前簽訂的協議,華龍一號將會用於英國的布拉德韋伊B核電站建設項目, 中國一直幫助巴基斯坦加強它的國內基礎建設, 兩台華龍一號巴基斯坦的基礎建成,有利於吸引更多一帶一路完善國家, 採用中國的華龍一號基礎,中國勢竟成為核電強國, 中國的核設備無論在國內還是國際都打擾市場, 預計中國對於2030年將會成為全球第一的核電大國。 imo沙漢